这里是一辟诀 我们以前都试过 在聊天的时候一直都很顺利 但是突然没有话说 大家对望着很尴尬 在那一刻 你的大脑完全空白 你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种情况糟透了 所以这一集会分享九招 确保你在对话中 不会再没有话题 在对话的过程 记得八成是讲关于对方的 只有两成是关于自己的 特别是刚认识的时候 有些人会一直不停告诉 对方自己的东西 特别是男对女 这是很白痴的讲话方式 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 但不好意思 他对你的事情没有兴趣 因为每个人只会对自己的事情 最感兴趣 所以很快就会觉得你很无聊 第一招 用陈述替代问题 这个在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 非常重要 回想一下 你上次去面试 当我想到面试 都会想到紧张 费神的事情 大部分人都不喜欢的 很多人在遇到新朋友时 特别是男对女 犯的一个常见错误 就是进入了面试模式 他们问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轰炸对方 这会让人非常不爽 问太多问题的问题是 会使话题非常枯燥 因为当你一直问问题时 你不会分享任何关于你自己的东西 你所做的 就是向对方提取信息 这就是不舒服感觉的来源 从中没有建立任何关系 所以 你也要分享关于你自己的东西 但不可以太多 记得八二定律 在你和熟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 你会注意到 大部分的对话都是用陈述的 偶尔才会在对话中 自然而然的提出一个问题 但绝大多数都是陈述 陈述有很多不同类型的 我会分享主要的 故事观点陈述 基本上是讲一个小故事 或发表你对某事的看法 这是一个问题的例子 你害怕什么 注意这个问题 与你自己毫无关系 除了回答你的问题 不能给对方一个话题 一个故事陈述的例子 就是 我小时候很怕黑 因为经常跟同学讲鬼故事 所以经常会把头埋在被子里睡觉 害怕会看到什么 你可以看到陈述在分享信息的同时 也给了对方讲不同话题的机会 有不同的线索 所以 他们可以讲是否也怕黑 小时候经常做的事情 甚至可以讲鬼故事 这些都可以从这句话分支出来 但也不可能一直都是陈述 有时候你真的需要问问题 如果要这样做 尽可能使用开放式 所以不要说 哦 你是马来西亚人 你喜欢那里吗 你应该说 你觉得马来西亚怎么样 我听说很像是50年代的香港 前一个问题 只需要回答一个字 然后尴尬没有话讲 后者让对方讲他们喜欢的事情 这将打开更多的对话线索 另外记住小孩都懂的讲话方式 就是简单的问为什么 这是打开对方的好方法 所以 当有人提到 他们是会计师时 你可以问 你为什么决定从事会计呢 与小孩不同 不要一边又一边的说为什么 要深入了解他们的原因 就可以在整个对话中 有更深的联系 第三招 是借题发挥 就整体对话能力 这种技能可能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能掌握这一招 不管是交朋友 还是与刚认识的异性沟通 都会有讲不完的话题 我以前在还没有什么line whatsapp和微信的年代 跟刚认识的女生 第一次打电话 就可以不知不觉 讲一个小时以上 在每一句话 都可以伸延到其他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看一下这个范例 如果对方说 我住在高雄 但一直想搬到台北 因为我喜欢热闹 讨厌又老又穷的地方 这里分别有四个不同的话题 可以伸延 可以问他想去台北的时间 住在高雄的感受 你也可以讲自己也喜欢热闹 住在台北的好处 这样就不用一直问不同的问题 而是把同一个话题伸延 因为这个话题是从对方而来的 所以他一定有兴趣的 通常是因为没有其他有趣的话题 可以讲 大家才觉得怪怪的 所以当你有机会伸延不同的话题时 选择一个对方感兴趣的话题 记得 你想给对方机会讲多个话题 如果你不能够伸延话题 讲话最终会进入死胡同 这个技能需要反应 你越留心别人讲话 就会越注意到有什么可以讲 另一个例子 我喜欢健身 当我看到自己的线条 变得更好时 会有一种满足感 现在有三个不同的话题 可以从这里开始 你可以讲 我也喜欢健身 你通常去哪里做 你也可以说 我听说很难的 你是自觉还是有人教的 你也可以讲 让你满足的事情 第四招 是提高你的口语能力 对话都是与质量有关的 尝试不要讲 怎么说 这些词对讲话毫无价值 而且毫无意义 比如 今天夏天 你做了什么 这个夏天很特别 我第一次和朋友去夏威夷游泳 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特别 呃就这样 但是还可以吧 现在如果我说 我跟朋友去了夏威夷游泳 实际上是我第一次 比想象中没有什么特别 注意到 第二个版本要短得多 但是内容是一样的 不过 听起来更有自信 整个人都急升了 第五招 事情一下 来强调内容的不同部分 使讲话更有力 比如 和之前提到的相同句子 我跟一些朋友去了游泳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 但是 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 还好 听到好像有一些 很镇定的感觉吗 第六招 是冷毒 这是对刚应时的人 用了一个好方法 但不可以经常用 不然对方就会觉得 你自以为是 自作聪明 你是要说一些 从对方身上 观察到的东西 而不是说 哎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 你可以说 哎 你看起来像个 喜欢新鲜的人 我猜你有一些 有趣的爱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技巧 因为对方可以有三种反应 第一 你错了 然后纠正你 我其实很闷 第二 为什么你这么想 其实我不是 但我很好奇 你为什么认为我是 第三 对啊 我经常去旅游 看不同的东西 你怎么知道的 那关系就马上建立起来了 与简单的问题 你平时喜欢做什么相比 这种方式给你更多的机会 去跟对方有不同话题 第七招 寒暄的问题 如果你 如果你与一群新的人在一起 一个很好的寒暄问题是 你们怎么认识的 如果你只是对着一个人讲话 你可以用轻松的形式说 今天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这个问题最棒的地方 在于它是开放式 使对方带你走向他们想讲的话题 通常他们会回答 你的意思是我做什么工作 还是什么娱乐 他们语调和讲话乐情态度 通常会有很多资讯 第八招 当你真的发现自己头脑变得一片空白时 可以用 我想起了 或者随意的东西 对于打开心话题非常好 可以是周边环境 讲一些相关的东西 也可以是观察到一个故事 任意的想法 比如 我觉得这里的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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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怎样 我朋友说 他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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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么看法 每一句 我都是先分享了一些东西 然后再看对方的想法 抛出一个问题 第九招 就是以手为攻 刻意处于被动的状态 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没话说 而是让对方主动开始话题 让自己沉默而自在 如果你能保持轻松的眼神交流 通常情况下 对方会发表意见 或者问你问题 如果你想鼓励他们继续 重复对方说的最后几句话 这个会使他们更深入的讲下去 还有其他技巧 但是不会在这里讲 因为可能讲不完 覆盖太多东西了 可能要整支影片 比如幽默 这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方法 如果运用的不好 会被对方觉得你在讲冷笑话 或者很无聊 我们也可以讲故事 故事可以使陌生人 带到你的世界 我们也可以讲如何进行深入的对话 这对建立持久 有价值的关系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什么意见 可以在下面留言 记得讲话是一种技能 可以说是人生最重要的技能之一 像其他技能一样 把你学到的 应用才会真正是你的 否则 如果只是听 所有都是我的 如果喜欢这一集的内容 点赞 与其他人分享 这一集就讲到这里 再见